問問大家你覺得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穿越者嗎 真的有人會從未來來到現在嗎 在印尼舉行的2024年 亞洲青年羽毛球錦標賽混合團體小組賽中 大陸的這一名17歲羽球小將張智傑就突然昏絕了 送禮之後是不至身亡得年只有17歲 不過事後在小紅書上面就有網友瘋傳說 在這個6月23號的時候就有一名網友 他自稱說自己是穿越者 他就在這裡留下了一個預言說 我是穿越者在7月1號那一天 會有一名羽毛球運動員去世 沒有想到現在是一語成成 大陸17歲羽球小將張智傑日前在比賽中昏絕不懼身亡 讓球迷感到無限哀傷 但事後竟有人發現 一名自稱穿越者的網友在事發8天前就留言表示 7月1號會有一位羽球運動員去世 這起案件發生於2024年亞洲青年羽球錦標賽 30日在印尼的比賽中 張智傑在球場上突然昏倒 最終搶作無效不幸離世 死訊在一日公布 而一名網友冰旭施衣用23日就曾在小紅書留言 稱自己是穿越者7月1號會有一位羽球運動員去世 還寫下一串數字並說來自印尼 留言事後被挖出引爆陸網討論 有人覺得毛骨悚然也有人認為他只是亂猜 不過這名自稱穿越者的網友事後疑似也承認了亂說 道歉表示我對不起傑哥我真沒想到這件事是真的 我不知道該如何對你說很抱歉 願天堂也有羽毛蟲 這名網友恐怕沒想到 無心的玩笑留言卻抑鬱沉沉 好 現在讓我們把焦點給拉回台灣 台南市的盛南街一處民宅 在昨天上午11點左右發生了火警 內部有五人受困 其中一人自行逃出 另外三人輕傷送醫 另外有一名婦人被發現倒臥在電梯內死亡 而該名婦人後來被證實就是包包天后 Fetty的69歲創辦人陳碧瑩 而就連南韓人氣天團twice的成員周子瑜 也是該品牌的粉絲 兩年前就曾用Fetty的包包成功引起話題 Fetty在台南在地深耕27年 曾獲選台南市的百家好店 2022年時 周子瑜曾經背著Fetty設計的包包 讓品牌爆紅 而Fetty的粉絲團也在臉書發文證實 因為工廠失火陳碧瑩不幸在火場中喪命 並表示做包包一直是陳碧瑩一生的舞台 直到離世之前都像往常一樣坐在真車上 製作者要交給大家的包包 他常常說在路上看到人家背我做的包包 就是很開心 而粉絲團也表示 有買包包至今還沒有收到的人 會全數退款處理 畢竟少了它 再也做不出陳碧瑩的味道 而警銷人員初不了解 現場為5樓RC建物 6樓鐵皮加蓋建物 1、2樓是店面 3樓以上住家 4樓竄出火蛇與大量濃煙 期貨點的4樓2房間 燃燒面積大約20平方公尺 詳細的財算期貨原因尚待釐清 我先來問問看小茂 如果說你今天認識的財經專家謝金河本人 那他跟你說投資怎麼會賺錢 你會相信他嗎 那是本人嗎 你問到重點了 對不對 對 因為這是在網路上就有一名 就是擁有百億身家的理性地產大盒 他認識真的本人的這個謝金河 沒有想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個line 他上面其實是假的謝金河 但是他就誤以為是本人 他就想說兩個人有認識 他還寒暄了一下 想說感覺好像真的是我認識的謝金河本人 於是這個假的謝金河就跟他說 你可以買什麼買什麼可以投資賺錢 他就相信了朋友推薦 沒有想到在半年內 他就被騙走了1.5億了 過了半年之後他就才察覺 好像不對勁怪怪的 於是才報警處理 那檢警日前發動了拘捕行動 在將這一名金信的車手 以及提供帳戶的盧姓情侶黨給逮捕 現在這一名金信車手 是被依照詐欺罪嫌生涯禁見獲准 而這一名情侶黨則是各交保30萬元 全案還在擴大追查幕後的詐騙集團成員 不過這一名地產大亨 現在也成為了台灣史上假投資 真詐騙的最高財損 我一輩子都沒有幫你代課操作 也沒有股有色 沒有什麼投顧 我說所有全部都是假的 真的謝金河帶你上天堂 假的謝金河帶你住套房 一名地產大亨認識真的謝金河 卻被假的謝金河騙走1億5000萬元 創下台灣史上假投資 詐騙的最高財損 我連親戚朋友 我看詐騙集團 騙到我女兒那邊去的 所以 那個叫無孔不入 財經專家謝金河 三令五生 以他的名義在臉書等社群平台找人投資 全部都是詐騙集團 身家上百億的理性地產大亨有聽進去 他之前在餐序時認識真的謝金河 互加LINE好友 今年初一個名為謝金河的LINE帳號 向他打招呼 兩人聊了起來 那個不是我啊 所以假帳號 那是假帳號啊 假謝金河疑似發現大亨資金雄厚 鼓吹他加入海南國際APP 可以跟著操作獲利 理性大亨信任真謝金河的專業 從二月到五月間匯款一億五千萬元 到詐團指定賬戶 日前越想越不對勁才報警待人 金星車手被一詐欺罪嫌 神壓境界獲准 提供人頭賬戶的盧姓情侶檔 各以三十萬元交保 檢警持續追查幕後詐團成員 這個是政府公權力要去處置的 那你為什麼可以放任這種事情 在社會上到處橫行 謝金河早在一年半前 就公開炮轟政府打炸無能 導致受害者不斷增加 據了解 理性大亨年輕時開設會計事務所 並在台北市抵花街做生意 之後投資全台房地產 創立飯店集團 目前擁有五個旅館品牌 不到六十歲就身價上百億元 這麼精明的生意人 竟然也會迎購禮翻船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一名杜姓男子 昨天駕駛著兵士上面噴滿了 資安SOS入侵 國家認知作戰等等的字眼 他一次是為了抗議 先到台北的內湖 美國在台協會猛按喇叭 之後就驅車到凱道 衝撞總統府外圍的花欄 而杜南被逮捕移送北景的時候 還大喊我老婆是供蝶 總統府前一號下午 發生一起衝撞事件 49歲杜姓男子為了抗議 開著噴滿紅漆的兵士 上面寫著國家認知作戰 資安入侵 AI改造等字眼 先是朝AIT美國在台協會 狂按喇叭後 又開到總統府前 刻意加速衝撞門前的 剛至花台 這輛車車頭全毀 所幸現場5人受傷 而杜南當場遭到警方逮捕 初步觀察並無酒駕情勢 不過杜南被移送北景時 竟然大喊我老婆是供蝶特務 離譜行徑讓人無法理解 經149冊那9冊值為0 那初步他發生此案件的原因 本分局正在釐清後續的原因中 那本分局除以 除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予以自單之外 另外以刑法公共違憶 險罪及迴損罪移送偵辦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到的是 博愛座又再度爆出糾紛了 在6月30日的台鐵上面 福州開往樹林方向的區間車上 有一名中年的黑衣男子 因為不滿博愛座上面的女乘客 沒有讓座給白髮的長輩 因此不斷在車廂內飆罵髒話 更放話說自己以前是特勤退伍 如果對方是男生早就動手了 阿伯狂飆髒話 越講越氣 長輩在一旁安撫也沒有用 這起博愛座糾紛發生在前天傍晚的台鐵上 當時區間車正從福州開往樹林 一名黑衣阿伯因為不滿女乘客 沒讓座給旁邊站著的白髮老翁 所以就一直罵髒話 順帶還問候對方的長輩 即使老人家覺得沒關係 一直在旁勸阻都無濟於世 儘管後來女乘客讓出座位 阿伯還是不放過他 甚至還放話說自己是特勤退伍的 而這也再度掀起博愛座 存廢與世代間對立的討論 接下來把焦點轉到高雄捷運 高雄捷運的高雄車站 在昨天中午12點多的時候 突然有不明物體是起火燃 當時有一名白衣女子 她身上背著的包包突然就開始冒煙了 而且飄出了燒焦味 接著就變成了一團火球 讓這名女子嚇得是 立刻把自己的包包甩了出去 包包裡面所有東西都散落一地 這位原貨爆之後 是跟保全立刻趕到現場 拿著滅火器滅火 事後才發現原來是包包裡面的行動電源 因為不明的原因突然自然才會釀貨 至於詳細的爆炸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高雄捷運高雄車站 昨日中午12時許 一名白衣女子身上背著的包包突然冒煙 並飄出燒焦味 接著有燒成火球 女子當場嚇撒 把包包耍開 現場煙霧瀰漫 包包裡頭的東西也散落一地 路盤的民眾募集全都嚇撒 贓物原貨爆後 與保全立即到現場 拿著滅火器滅火 事後發現近視行動電源不明原因自然量貨 現場無造成能源受傷及設備的損壞 至於詳細爆炸原因 善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好 接下來讓我們把焦點持續鎖定在高雄 有一名73歲的柯姓男子 昨天傍晚在高雄的鳳山區騎乘機車的時候 疑似因為沒有讓到 沒有停讓幹道的小貨車先行 而是直接切過去 結果就與20歲的柯姓男子駕駛的小貨車相撞 讓這一名柯姓男子直接被撞飛落地 不過幸運的是 他的機車把手卡在了貨車底部 只造成了四肢和臉部的擦傷 幸運的保住了一命 讓現場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警方調查發現柯姓男子 當時是從南向北騎乘行駛 但是他並未先左轉再右轉 而是直接切西瓜 與謝姓駕駛的小貨車相撞 而謝姓男子當時是沿著中城路 一路向北行駛 而車禍發生之後 柯姓男被救護車送往醫院 接受治療 警方在現場對兩人都進行了酒測 均無酒精反應 而初步認定這起車禍的原因 是柯姓男在知道 未停讓幹道的車先行 而謝姓男則是未注意車前的狀況 而詳細事故原因以及責任 都有待進一步釐清調查